全国跳水冠军赛将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幕 作为四项大赛的选拔赛 本次比赛备受关注 继2021年陕西全运会后 全国最高水平的200余位跳水运用员再次齐聚 参与2023年全国跳水冠军赛的争夺 该项赛事同时也成为巴黎奥运会福岗市井赛 杭州亚运会和成都大运会的选拔赛 选拔出的阵容对于未来的几项大赛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针对明年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将会进行三战选拔 本次比赛是首战争夺 设计的是三战奥运选拔赛 第二战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12月份进行第二战选拔 那么第三战的话应该是明年2024年的2月份的这个多哈市井赛 那么三战选拔积两战分 单向的这个选拔的话是单人的前市民 完了双人是前两名进入这个大名单 完了根据这个综合情况再来做一个评定 今年中国跳水队将出战7月的市井赛和9月的亚运会两项重要的赛事 本次冠军赛也将优中选优 临选出最佳阵容 市井赛跟亚运会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一战比赛来进行这个选拔 完了根据名次吧来看看整体的情况怎么来综合评定 由于市井赛与大运会的时间重合 本次比赛也将严格按照规程 对大运会的参赛阵容做出审慎的选拔 选出市井赛阵容以外的最佳人选参与成都大运会 目前各支代表队的优秀选手已经在上海开始了积极的赛前备战 全力冲击各项大赛的参赛阵容 这里的服务啊包括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嘛 然后酒店的服务也特别棒 所以我觉得亲切感也有 然后也会让我有种回到家的感觉吧 都说国内比赛竞争更激烈点吧 的确也是 就还是放平心态把比赛就是当成平常训练一样 然后用平常训练去对待吧 本次比赛将于明天开幕25号结束 共进行15个项目的争夺